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包公走到哪儿 这李宝干到哪儿 一直到晚上吃完了晚饭 李宝这才撤出去 包行把这门一关 我说 三少爷 我这一天呢 这心都低楼着 怎么回事您倒跟我说说 包公简单一说 那么您这回第二次开房子 我的三爷 有根吗 包公一听 怎么说呢 这个事情只能是平天由命啊 三爷 平天由命 这是力不天官的女儿啊 人家千金小姐 这要治坏了 这要是治死了 您就是拥一杀人啊 那不能是平天由命啊 怎么办呢 我已经尽到力了 剩下顺其自然 您又犯您 您又犯您这肘脾气了 干脆我看出来了 公子啊 您是没根啊 天黑了 您啊 快跑吧 回头明天 我跟他们对付 治不好 治坏了 我去跟他们打官司啊 我不怕 我是一仆人 到堂上 您放心 我会说 我不怕他们 哎 无赖不称词 我就不信 他们能说得过我 我这嘴 您信不信 包公一听 你这嘴倒是能说 不过不能走 为什么 跟你说吧 走不了 你没条件吗 白天 那李宝一直盯着 哎 天黑了 他还能盯着吗 嗯 你要不信呢 你自己看看 是吗 我看看 包星出来了 到门口这 咕咕咕一拉这门 哎 李宝啊 门口站着呢 您干嘛去 我问什么 没事 您怎么站这儿了 我出去过过分 溜达溜达 好 夫人呢 让我来的 给您备的 给您和法官 你们吃的 不 刚吃完晚饭 还不饿呢 还 这是我们夫人呢 一点心意 您就别推辞了 快着 来 把夜宵端进去 是 仆人捧着托盘来到屋中 往桌一放 夜宵摆好了 仆人转身出去了 我说 我说 法官大人 您二位吃夜宵 有什么事 您吩咐 我呢 在外边候着 您放心 我这随叫随到 您慢用 您慢用 我撤了 李宝转身出去了 怎么样 真是的 你说 刚吃完饭 送哪门的夜宵啊 送什么呀 面汤 卧管 小碟酱牛肉 拌咸菜 腐乳 小点心 吃吧 吃完了歇着 我吃不下去 平常啊 一碗面汤我不够 今儿个三爷 我这火都在这儿捧着呢 明天那小姐不定什么样了 那又没跟 我吃不下去 看这意思走是走不了了 你不告诉我 妈 你让我趟着走 是啊 她也有趟不过去的时候啊 既来吃 则吃之 你吃不吃 我不吃 你不吃啊 你不吃 我吃 包公端起面汤 吃上 喝了一碗面汤 吃了一块小点心 往这一放 你要不吃 你要不吃 我歇会儿 我该睡了 您睡吧 我还得坐着 我得琢磨琢磨 行 包公啊 微微一笑 没理他 客房 两张床 包公往里一躺 一会儿的功夫沉沉入睡 睡着了 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 耳边有人喊 三爷 三公子 行乡 宝香啊 大半夜 你做什么要不是 这会儿 三更天了 李宝啊 估计走了 快着 你快起来 快跑 我送您出去 我送您出去 你放心 李宝啊 还得盯着 不能 不信你看看去 是吗 半夜三更还在这儿 没人 走了 她出来了 刚一下台阶 门旁边 放把椅子 那管家李宝坐这儿呢 您去哪儿啊 那什么 我 方便方便 就前面 我知道 这半夜您还在这儿呢 夫人吩咐的 说是让我伺候二位 你们有什么事 现找人来不及了 您去吧 好好好 包兴假装的 转了一圈回来了 哎呀 这后半夜凉啊 您行吗 没事 没事 一会儿啊 天亮了 有人替班 哦 合着倒班呢 您辛苦 包兴进屋了 关上门 怎么呀 真是 感情他们替班 那没辙了 你呀 别犯神经了 包兴 世道万难虚放胆 到了这会儿了 一个字 睡 行 没辙了 再不睡 天亮了 睡 包公啊 一躺 一会儿功夫 憨声如雷 哎呀 包兴心说三爷 心真大呀 愣睡着了 我也人会儿吧 一会儿功夫 包兴也睡着了 第二天一起来 两个人洗漱完毕 吃完了早饭 管家陪着 到前边客厅 一进门 一看那位李大人早早起来了 坐在这喝茶呢 包公一进来 李大人站去 哎呀 包先生 早啊 老大人 来来来 上座上座 包公一看 别推让了 往当中这一坐 包兴站旁边了 怎么样 老人家 令爱千金病体如何 我听丫鬟禁报 说是吃完了药 稍稍的有些平稳 好像昨天晚上睡得还可以 胡话呢 也是见少 反正婆子丫鬟都在楼上呢 夫人呢 也在楼上了 我想一会儿有什么事儿会回禀她 哦 那就好 但愿小姐能够大进好转呢 包星站在旁边 心想 阿弥陀佛 最好能见好啊 这要不见好 今儿走不了了 等着吗 不能干等着 包大人就跟这李大人 这二位聊天 咱说了 李大人过去是立部的天官 一品官 管就是官员的任免 升迁 专门管官的官 现在退休了 往往离不开自己的职业 三句话不离本行 这一聊天 聊的什么呢 国事 家事 时事 民事 也就这个 绝不会聊什么煎炒烹炸 说些逗唱 那大人不会聊那个 俩人这么一聊天 这李大人暗自一惊啊 哎呦 这个包招 大财呀 您说问什么吧 政治的 经济的 文化的 艺术的 民俗的 问哪 问一搭时 对搭如流 侃侃而谈 问不到 哎呀 包招大财呀 看来此人非同一般啊 而且聊到民间疾苦老百姓的事 李大人不了解 包工非常熟悉 为什么 他包家村接触老百姓 再这一说了 旁边有包兴了 包兴经常跟这公子聊天 书本上的事 包兴不知道 民间的事 呵 这包兴门清 而且他会说书啊 这一说起来都是社会知识 所以包工对老百姓的疾苦 非常了解 老百姓跟这包兴可以说是同呼吸共命运 所以他说的这个 李大人听来觉得很新鲜 好多东西过去没听过 哎呀 李大人在想 可惜呀 我现在退归临下养老了 要不然的话 我要再为一定向朝廷去推举他 嗯 正聊着呢 就这会儿 那小丫鬟风风火火跑进来 老爷 老爷 包兴旁边 这心呗 提到嗓子眼儿了 看丫鬟说什么 老爷 小姐 包兴扶着桌子 不行 我就撞死这儿 怎么样 小姐 她 她好了 什么 我女儿她的病 小姐的病好了 现在能下地了 跟老夫人那聊天呢 好好好 真是 哎呀 神医呀 包先生 您真是了不得神医 妙手回春哪 包姓一看 胸脯拔起来了 大人 我跟您说 我们公子爷吃这个病 吃的多了 跟您说 造王爷伸手 稳拿堂棺 手拿宝钻 吃这个 两副药保证健好 只不过我们不能把这工 拉得太满了 您看治病 哪个先生也不能说 我保好 是不是呢 给自己留点分寸 我们这是秘法错不了 包公瞪着眼 那还用说吗 就在这会儿 外边有人说话 哎呀 包恩人 恩人哪 老夫人进来了 后边跟着丫鬟婆子 掺着 跟昨天不一样 昨天老太太哭了 拉着她要撞头 今天老太太 满脸都是笑 哎哟 安公啊 您不但是法官 您是活神仙 您是佛爷 老人家 您不要谬赞 包整实实的不敢当 哎哟 您快坐 您快坐 哎呀 我那闺女啊 下地了 跟我说着话 聊着天 有说有笑的 神了 啊 我想啊 就是扁鹊重生 也不过如此啊 那华佗能怎么着呢 我跟您说呀 刚才呀 喝这么一碗小米粥 好着呢 来了 这会儿 丫鬟扶着 小姐走进了厅房 包公一听小姐来了 赶紧把头低下 怎么回事 规矩 咱们中国人是最讲礼仪的 男女瘦瘦不侵啊 不像现在 女同志穿的都非常凉快 时尚 过去封建年代 瘦瘦不侵 说拿这东西 互相给你接过来 这不行 更何况 人家千金小姐 所以包公一低头 不能看 包兴 她是仆人 包兴 俩眼直了 哎呀 这小姐真漂亮 小姐并刚好 往这里边一走 这气质就与众不同 四个字可以评价 超凡脱俗 光漂亮 说女人光美 美到极致 这女人俗气 满丸小姐脱俗 这一点可了不得 有人拿花啊 形容女人 说有的女人呢 就像这个玫瑰 艳丽美丽多姿 有的说女人呢 就像那个牡丹 还雍容华贵 有的说女人呢 像莲花 高雅 文静 有的说女人像菊花 秋后的金菊 蕊寒香冷 那么这位李小姐 拿花形容 什么花 菊花 蕊寒香冷 有这么一点高冷的范 但是美而不昧 厌而不焦 您说怎么长的 难得搭配的这么合理 语言是表达不了了 可议会 不可言传 往屋里一走 老太太站起来 哎呀 闺女 这就是救你命的恩公啊 快着 给恩公见礼 就见李小姐走的跟前飘飘下拜 恩公 我这是给您施礼了 哎 恩 奇感 奇感 包公一侧身 为什么要侧身 小姐 这是见李 您过来 啊 不敢当不敢当 二位拜天地来了 这也是李一侧身 奇感 奇感 您看看 中国李一之邦了的嘛 包公把头一低 哎呀 原外 夫人 小姐病体刚刚痊愈 还是上楼休息去吧 啊 啊啊 好 那个谁啊 小红啊 快 缠着小姐上楼去吧 哎 小姐上楼去 见那么一面 包公往这一坐 脸上微微有些发烧 老太太坐在这儿 上一眼下一眼看了三百多眼 怎么看老太太心里怎么痛快 哎呀 我说包恩公啊 您给我的女儿用的什么药啊 开的什么番啊 包行一听 老太太 哎 我们公子这方子 绝方 妙方 家传的 我跟您说 我们这家传的八倍了 别人不告诉我 也就是小姐 哦 冤不得呢 这是祖传的秘方啊 啊啊啊啊 那么包恩公啊 我这女儿这病 能不能去根啊 包行一想 这老太太太 太狡猾了 昨天吃完药 本来是充那个病灶 我们主人说了 这方子叫先破而后立 表面上看病是重了 实际上这是好转 你瞧这老太太 连哭带闹的 今儿个高兴了 女儿病好了 那脸乐得跟菊花似的 我呀 给她来两句 嘿 老太太 跟您说 这病啊 怎么说 谁敢说去根啊 您是不是 反正现在 好了 也许过些日子 再犯 没关系 老太太 再犯了再治啊 是不是 啊 老太太一听 不是 要是再犯了这病 我这身边没有好先生啊 去哪儿治啊 没关系啊 您找我们包公子啊 到那个包家村 那会儿我们大概赶口回去了 您上家里找我们去啊 包公摆了摆手 用不着 老夫人啊 嗯 我想 今天 再开一个方子 我是要赶考的 明天呢 我打算动山了 明天临走 再开一季方子 吃完药之后 剩下呢 就慢慢的调养 我想 不出半个月 小姐的病体 就可以痊愈 您胆放宽心 啊 那就好 那就好啊 那个 老爷 这么办吧 今儿个中午呢 咱们摆桌韭菜 好好的 款待款待恩公啊 行 夫人 就这么办了 那 你们二位先歇着 啊 好 李大人 告辞 这会儿 还不到午饭呢 包整 包星 回到客房 这回 那管家李宝 也不盯着了 爷俩痛快多了 包公网里一坐 书件上 有一本书 拿过来 念书人就是这样 有功夫啊 只要带字的 就爱看 包公网在这看书 包星一看 公子啊 您哪 看您书 您歇着 我呢 待不住 还有这几天 把我憋坏了 我从外边 过过风 遛个弯 一会儿就回来 好吧 去吧 包星出来了 是遛弯吗 不是 包星心想 老夫人 我这给你夹把沙子 嗯 瞎唷瞎唷你 这包星太调皮了 找管家来了 哎 李宝 李宝大哥 哎 呼 小哥 有事啊 麻烦您 您跟老夫人啊 通病一声 我要求见老夫人 哦 好好好 您等会儿 李宝通病去了 时间不大 出来了 嗯 一会儿啊 让婆子领着您 内宅 我也进不去 哦 多谢多谢多谢 时间不大 出来个老妈 您跟我来吧 带着包星来到内宅 往屋里走 我一看老夫人一个人坐在这儿 呦 包星啊 有事啊 啊 老夫人 哎 也没什么事 我想跟您聊聊天 好啊 坐坐坐 嗯 有话你就说吧 老太太 哎 其实吧 你要说有话 我也没什么话 要说没话 还有点话 您说我跟您说吗 哎 有话你就说 什么事 说真的 老太太 这话不说呀 我憋得慌 那你就说吧 我说完了 我又怕我们公子生气 那你别说 别说我又难受 那你怎么着呢 我还跟您说了吧 老夫人 我要告诉您 小姐那病啊 美好 啊 老夫人一听怎么着 美好 您别着急 我说那美好啊 是小姐那病 没去根 跟你养那花似的 那根还有 您想 不定什么时候 这病还反复 哎哟 这 不对呀 那包恩公说了 说是再开两剂药 半个月就差不多了 是啊 按说我可不该说 吃谁像谁 我得像我们公子 我们是发小 从小我就伺候我们三爷 可是呢 这几天说真的 哎呀 老太太 您跟老爷子 对我们太好了 您瞧这一日三餐 好大鱼大肉 吃我这两天 胖了四斤 这要待在这 时间长了 还得胖啊 我觉得不跟您说 不合适 所以我告诉您 我们公子 要是在这慢慢治 怎么也得一个月半个月 可是我们得赶口去呀 我们不能在这待着 这一待半个月 那就误了口气了 所以说呢 差不多 我们就得走了 哎哟 这可怎么办 我跟您说呀 这个病啊 我清楚 也许三月之内不反复 那就得了 如果说反复 马上就得吃药 不能等一天 如果这药下不去 一次比一次重 那怎么办 就得吃药啊 就得赶快 找我们公子爷呀 那就不感叹了 要小姐命好呢 也许这一次就不反复了 反正这病 你说怎么说呢 好不了也坏不了 留点病根 反正没事 就让她解闷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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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